这第三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啊 我们如果要改一些什么参数品时要注意的 如果我们感觉这个排这里边的产品这个建计有点过密我们就把这个行拉宽点就把这个数据 扎宽一点点 扎大一点点 扎大如果你要小要窄一点就把这数字改改小点 这个列建计如果我们要拉宽 要把这地方拉宽 就把这个数字改了 扎大 挺小就往这个地方 如果减小的话 把数字减小点 然后这个速度就代表是这个皮带运转的速度 然后这个这个位置就代表 往左边数字往左边走的话 就往这边走 往右边点的话就往这边走 啊 这个方向就代表是让这个物料往这边移 减号 这个号 减 就往这边移 啊 我们如果再换产品的话 就说在排其他的一个样式的话 我们输七五 啊 七乘五 然后按一下这个学院啊 它就会自动 会有一个正确数据 会自动排了 如果要修正 你就可以点一下 这个加减 左移右移产品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配方设置 就说你现在这个数据已经设置好之后 我们保存的第二个配方啊 第一第二配方就点这个啊 它就可以跑到这里来了 啊 要说六乘五啊 我们保存到第一个配方啊 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调用到时候 我们要调用第二配方 直接按这个地方啊 它就可以把它 之前你保存数据调用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运行的状态 如果有无盘报警啊 什么其他有异常都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这个是手动时候 我们可以点